2023世界雨连总决赛 戴兹颖战胜马林 成就四冠王伟业 小戴也是女单历史上 第二位四夺总决赛冠军的选手 要说本次赛事 小戴能够最终登顶 除了自身强大的实力和心理素质外 还得感谢一个人 他就是东宗 这位印尼一姐 在小组赛前两场均落败 提前出局的情况下 第三场却拼了命死磕韩国名将金家恩 凭借着东宗的这场胜利 戴兹颖才能够力压金家恩 以小组第二晋级四强 所以说 小戴的20万美元冠军奖金 也有东宗的一份功劳 戴兹颖来说 他的这个位置比较危险 如果马斯坦 如果战胜金安的话 戴兹颖和安喜 居然学者出现 金家恩虽说这赛季表现不错 不过他是顶替了受伤的山口签 才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的 而且 按照实力的话 其实金家恩对安喜盈和戴兹颖 根本构不成威胁 但是 第一轮比赛 金家恩却直落两局战胜了同胞安喜盈 显然 这是韩国教练组成持绚的刻意安排 为的就是让两名弟子携手晋级 正因为有了对安喜盈的那场胜利 因此金家恩只需要本场击败东宗即可出现 不过 手局上来 东宗靠着更加灵活多变的打法 早早取得了领先 又是在往前的得分 东宗的技术真是细腻啊 反观金家恩这边 大比分落后心态明显出现起伏了 心态 金家恩又一个往前机会球抢出键 东宗先下一城 第二局没有退路的金家恩 一度取得18比12的领先 不过随后东宗奋起直追 这一个比较快的大桥 也不高点停顿啊 倒地极限防守 最后还把对方逼得回球出界了 东宗太拼了 行啊 挺累的 金家恩为了能晋级 也是拼了老命 挽救赛点后 成功又将比赛拖进决胜局 决胜局 金家恩进攻稳定性不足的弱点 再次暴露 连续的失误后 场边的城池炫 表情也是相当无奈 这是人的 人的侍应 没乱 人的侍应 夏丰富 相持球非常耐心 调往前 放往后看准时机再上抢 连续的下压 非常关键的一分球 对他来说是有利的 金家人最后时刻手软压 凭借着中段一波9比0的攻势 东宗将领先优势守到了最后 从而赢下决胜局 新手粉碎了金家恩和程池炫的如意算盘 也成功将戴姿影护送进四强 为夺冠奠定了结实的基础